台湾是不是真的比想象中有钱呢 全球百大富有国家 台湾是排名第14名 不只是赢过了日韩 甚至还赢过德国跟法国 其中有国际认证最有钱的台湾城市是台北市 因为根据了全球50大有钱城市的排行 台北市排第39名 其中还有15个台北人资产超过了320亿 一层层直耸天际 抄袭金旋转外观 这全台最贵豪宅 一户上看18亿 就盖在台北市信义区 因为台北不只是全台最有钱城市 还登上全球前50大富裕城市第39名 台湾唯一上榜 知道有钱人的数量跟有钱程度 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但是国内的差距蛮大的 信义区的房价最高 所以应该是台北市吧 因为根据这项调查 台北百万美元资产超过 三千两百万台币的富翁 就有三万零两百人 其中82个人可投资财富 更超过32亿台币 还有15个人身价超过320亿 人数从2013年到2023年 短短十年间增加超过四成 台湾比较有钱 因为台湾经济很发达 而且科技又很棒 各方面都经济还有科技 各方面都很强 年收入至少个两三百万以上 然后可能旗下有很多的不动产 或者是有一些资产 台湾人真的很有钱 因为不止台北 全球百大富有国家 台湾就排第14名 竟然领先德国和法国 而且还赢韩国日本跟中国大陆 凸显出我们台湾人的经济实力 真的不容小觑 东西新闻 王朝宏 张好珍 综合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语